大家好我是佩根 感谢你关注我的10年旅行 今天是我旅行的第707天 最近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无论怎么样我们的旅程还要继续 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今天为各位看官老爷报告下我近期的行程 因为我的旅程没有太多的计划性 我只负责把控方向 知道我要往哪走 至于今天能到什么地方 看到什么景色 晚上在哪休息 那就看缘分吧 文昌是我们海南之行的第二座城市 没错虽然我已经到海南一个多月了 我才走第二座城市而已 如此缓慢的行程 也是我不愿意收队友的原因之一 我的旅程已经不像一般的观光旅游 我把它定位成旅行生活 旅行即我的生活 上期视频说到 我们逛到了海口的东寨港红树林 这边有一座正在建设的大桥 桥的对岸就是文昌市普前镇 因为桥还没修好 我们要去到对岸 得绕不少的路 途中经过一个景点 穷北大草原 其实也就一块平地 一点人工种植的花花草草 正是只要有海 它就是夏威夷 只要有几个蒙古包 它就敢叫大草原 心有多大 梦就有多大 敢想敢干 世界都是我的舞台 以上都是我开玩笑的 其实穷北大草原的真实情况 是把受台风灾害 海水倒灌 严谨化的土地 种上牧草和景观草 是一个改善生态环境 及畜牧养殖 牧草种植加工 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项目 只是现目前 种草的规模 还未达到所谓的草原级别 却起了一个草原项目的名字 这样不明真相的赤瓜群众 走进来一看一脸懵逼 我操 这也叫草原 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晃晃悠悠 第二天中午才到达普全镇 任何一个地区 一个省 都有它独特的地域风情 和历史渊源 海南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齐楼老街 是它见证了海南近现代的 发展历史 前面的视频 我们说过了省城海口的 齐楼老街 那里已经被翻信成为 一个现代旅游风情街 经过改造后的老街 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味道 如果你想看最原始的 南洋风情齐楼老街 文昌普全的齐楼老街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普全老街 紧挨普全港 自古就是海南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清末民国初年 兴起的下南洋热潮 每年大约有十万人 从这里大乘翻船 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 我们无法想象 那个年代的人们 漂泊异国他乡的艰辛 只能从他们闯荡回乡后建造的齐楼老街 回味那段南洋往事 普全老街 现在叫胜利街 是一条S状的街道 共有铺面130多间 一层铺面经商 二层为居家住设 顶上半层为装饰建筑 普全老街的建筑 非常注重铺面及灌顶的装饰设计 立柱式走廊 及齐楼宽 2.5米 每铺的柱梁 阳台 花篮 龟峰顶设计 绝不雷同 纷繁多只的窗梅 大量浮雕 砖刻 图案变化万千 扑面风铃飞行走寿 花树锐草 均以水泥浮雕塑成 浓缩了中西合并的特色 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蹉跎 普全的齐楼老街 已经稍显破败 新旧楼房并排林立 部分楼房人去楼空 已成微房摇摇欲坠 又或许 只有在这样的齐楼老街里 我们才能感受到 当地人的生活文化吧 说到当地特色 不得不提昭坡醋 昭坡醋是普全正的 一种传统小吃 采用民间酿酒过程中 产生的酒糟发酵 产生的酸醋作为汤料 外加蔬菜如石冲海菜 动物肋脏 如牛栏脆骨蟹子 褐类等做成的一种小吃 辅料配以辣椒 糖味精蒜末等 味道微辣酸甜可口 可作为餐前开胃小吃 或者正餐食用 老街里有两家 卖昭坡醋的老店 店面简陋 生意却异常火爆 春节期间 一碗昭坡醋 卖到25 30块钱 听说平时就卖10块钱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过我在其他地方 也吃了两碗昭坡醋 对比之下 的确差点意思 普钱老街镜头 就是普钱港 港内停靠了许多渔船 人们在这里买卖海产 具有浓郁的海港小镇 生活气息 这里还可以乘船 去对岸的海口 不过这百度船 居然是木头的 乘客也可以爬到 船棚上去坐着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对于我这种 不会游泳的人来说 还真不敢去坐呢 在浦前镇 还有一个七星岭 值得一去 那里有七座山峰 边坠如星 故名七星岭 岭下是穷州海峡 过去船只 经过这里 经常发生海难 人们认为是妖怪作祟 闹得人心惶惶 一位高老还乡的官员 得知这一情况后 就请朝廷拨款 以航标和镇腰为目的 修建了一座镇腰塔 因坐落于七星岭主峰上 犹如七星生饼 顾名斗饼塔 该塔始建至今 已经400年 塔层八角形 中空 塔身高约20米 共有7层 层层收缩地检 塔内有螺旋式阶梯 104街 台阶横窄 仅够一个人通过 可以沿着台阶爬到塔顶 天气好 可以看到下面的穷州海峡 不过我们去了这天 雾气太重 什么都看不清 逛完七星岭 我们闯入下面的小鱼港 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 建议商贩车上有鱼 便问他卖不卖 他问我们是哪里的 朋友回答 我们是普钱的 不过他本人并非普钱人 只好把他媳妇搬了出来 他们用当地话嘀咕了一番 刚开始说 卖100块钱一斤的鱼 最后60块钱一斤 这条鱼花了200块钱 呃 想看我煮海鲜大餐的 咱们还是找个便宜的地方 再弄吧 好了 这期视频先说到这里 文昌的旅行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 我是培根 十年旅行 跟书带你看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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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